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長輩曾經勸約我和Mari有寶寶之後 怎樣把它和毛鞋分開 因為他們最擔心的是寶寶的健康和衛生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放弃他们的 因为当我未有BB之前 从小到大都有他们附伴我一起来 我已经当了他们是家人 我们是不会放弃家人的 所以当我有BB的时候 我会想BB你会多了兄弟姐妹 会有想法放弃他们的想法 Luka今年五岁 因为BB未来的时候 他就是家最小的小孩 所以他经常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 我们经常跟他说 你已经不是小孩了 你做哥哥了 但他在家的时候很喜欢拿着玩具 咬着周围跑 尤其是他看到BB哭的时候 他就会咬着玩具 冲到BB里哄他 我会觉得他的角色是一个跟他一起玩的伴伴 然后到一位就是Maisy 或者叫妹妹 他今年六岁 Maisy很好笑 因为家里本身是唯一的女孩 但也是最男子头的一个 是一位女孩 入院的时候 爸爸他就在医院 拿了一些BB用过的沙根 或者有小便的尿片 拿过回家 让他们熟悉一下味道 Maisy一闻到那些 他就开始围住BB床 一直等到我们回家 我觉得他的角色是一个保姆 因为他有BB睡觉 一定是在旁边跟着他 或者我和BB在另一个位置 做tummy time的时候 他也会在我们的脚边 坐着陪着我们 所以他的角色是一个 照顾BB的保姆 他就是今年七岁 我会觉得他是一个保姆 他其实他的性格比较文静 但在他的动静之间 你会看到他不断保护BB 尤其是从我驼BB的一刻开始 他真的和我离影不离 可能是我去到厨房 他没有跟我去厨房 我去洗手间 他又跟着我去洗手间 到BB出生了 有时他晚上睡觉 或是自己一个睡觉 他一定会躺在BB床前面 对着门口 他感觉好像在保护他 威威今年三岁 他在家中的大佬 因为他自己也有老人家脾气 就比较喜欢静的地方 所以很老实的 他和BB的互动 是比较少 所以对我来说 我觉得他的角色 是一个老伯伯 至于Kuma 因为Kuma 他在我们Mike的妈妈一起住 因为不是一起住的关系 相对见面就比较少 但通常我带BB 上去探妈妈的时候 他一定会很开心地迎接BB 或者我们在梳化床的时候 一直会抱着他 他的角色也是一个哥哥 是一个温柔的哥哥 其实BB对我来说 就是最后一位入屋的成员 千万不能忽略那些狗 所以我们入屋的时候 一定要摸完所有狗 才去接触BB 我最期望的是 BB一直长大的时候 等他慢慢懂得爬 或者懂得走的时候 我很想带他们一起 和他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去玩 多些互动 还可以留多些回忆